有关留学,一些常用的英文绘画,我们一集讲20个例句,我先念一下再解释 设计活 surrounds,我在小手中법业牙拿套是外套 wirklich的是沒有其他国家的旅行 任何人改变成共itt公司说明你很容易没有想 добав去 还特色然挡务我 after that 我们老朋友在东面 very much will be that taxes Thank you 宁刘德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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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 然后,我们旅行 国家是 bekannt Mary is technicill era owner的过剩,如果有拿捏到GRAM My parents won't let me go abroad unless it is to study Peter developed a strong Texan accent Peter got on sick when he was in Greece South America is beautiful And the course is affordable too Study abroad can really enhance your career prospects The summer course was a waste of money The classes were really fun and informative The international class is a great value for many 我看看什么意思 It's my first time been away from home 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里 准备出国念书 第一次出远门 John is the president of the Chinese students 约翰是讲台湾人 约翰是他的英文名字 他有一个中国的名字中文 他是台湾学生部的主席 当然也可以说 这个President翻成中文 当然除了总统 总统要大写 因为总统同一个时间只有一个 卸任那些不算 President一般总裁、总经理、校长、主席 随便看你怎么翻 就是学生 我们一般是习惯讲台湾学生会的主席 反正就是老大 President就是老大的意思 因为他 动词President就是主持 主控大局的意思 President President Kitty is nervous about going to blood by herself Kitty 她准备 她是有点紧张 Nerve 就是神经 不是神经病 就是人的神经 后来大家形容词Nerve 就变成神经紧张 容易紧张 就是她一个人自己 自己一个人签名加介习是Dye 就经由她自己由一个人做成的 Let's go to International College Fair this Monday 我们去到一个 这个Innational College Fair 其实严格讲 这叫复合字 或者叫连接字 看色看三个字 因为它是一个意思嘛 国际的 这个大专院校的 Fair就是展览会 Fair的意思好多啊 这个常说越简单的 看起来越简单的 但是越复杂 看起来越 又臭越长的单字很难记啊 它最简单 通常就一个意思 一个词形 这种简单的字啊 意思好多啊 词形也好几个啊 对 也可以是 这个金法的啊 白皮肤的 也可以是公平的 也可以是车票啊 就是要付钱啊 吃饭啊 车票要付什么钱啊 那这边又变成展览会的意思 有点像 Exhibition 展览会 Many Chinese students dream of studying abroad 许多台湾的学生啊 都梦想着啊 出国念书 那Dream也可以当名词 也可以当动词啊 所以 重最多啊 同时是名词啊 动词最多 那我看到最多是一个字 五个词形的 只有一两个字 大概五个 五个词形的 有五六个吧 一般大概就是 英文就说单字啊 一个字有两个 或两个以上词形 应该差不多一半 差不多一半 然后那个 当然 两个词形最多嘛 那 两三个词形最多啊 从四个开始就少 就比较少 Many took her rice cooking pot with her when she went about 当 玛丽出国念书的时候啊 带着什么叫电锅啊 米饭 Rice 倒米 Cooking 煮这个米 带着锅子 就电锅啊 但电锅 在外国它比较不用电锅嘛 所以你给它 Electric pot也可以 这边是用 Rice cooking pot 这样子讲是比较清楚嘛 煮饭的啊 因为电锅是一煮饭 当然也可以 也可以去蒸肉啊 蒸什么啊 但原始的啊 大同电锅嘛 就煮饭是最原始的功能 Max thinks it's so superior since it came back from the US Max 马克思 马克思 马克思本来他是简系啊 因为他全名是Maximinen Maximinen 但后来也变成单独使用 马克思认为他自己啊 他从美国过来以后 就认为自己高人一点 Spiric就是高人一点 优越感的意思啊 My brother knew you for his master's degree 我的兄弟啊 搬到 搬到纽约 当然也不能说搬啊 他也不搬家嘛 出国念书嘛 出国念书 你一定要搬到美国去住嘛 就不用说搬家到纽约 他到纽约就可以了 去拿他的硕士学位啊 硕士master master本来是主人啊 最早意思是主人的意思啊 后来变大师啊 一大堆意思 My cousin studied in New York 我的这个亲戚啊 通常堂兄弟啊 堂姐妹啊 在靠近 而兄弟姐妹手足啊 加起来有一个单子 你说这个brother sister 叫Sibling Sibling 包括男的女的兄弟姐妹 叫Sibling 手足啊 通常加S嘛 因为通常两个以上比较多嘛 在纽约念书啊 所以专有名字叫大写 My English improved a lot when I was States 所以有时候懒得写USAI United States America 就用State 就美国很多州嘛 这就是State 一看就美国嘛 我自从大陆到美国的时候 我的英文的进步很多啊 My parents are sending me a brother 就送 我的父母把我送到国外念书 My parents thought I was studying but I actually just travel around 我的父母认为啊 我到国外是念书 但是实际上actually 父子啊 实际上 我只是去逛一逛而已 去旅游一下 没有真的念书 My parents want to let me go abroad unless it is to study 我的父母啊 因为父母通常加S 因为父母两个都在比较多嘛 如果你忘了加S 就会 是不是 父亲或母亲有一个不在啦 或者是离婚啊 担心家庭会引起误会啊 当然有的时候 就没有啊 什么都没有啊 那就是我父母 我父亲过世了 生你妈妈 或者妈过生父亲了 那这个加不加S 差不多 如果是父母都健在 一定要加S啊 啊 不要出国 除非我去念书啊 Peter developed a strong tax and accent accent就腔调 啊 意大利腔 美国腔啊 那看你在哪个国家啊 你到美国念书 他说 你是台湾腔啊 新加坡腔 日本腔啊 东南亚腔 如果你到 如果是到 中国大陆 台湾的话 哦 你这是好像是 日本腔哦 日本式的中文哦 日本腔中文啊 美国 美国腔的欧洲腔啊 法国腔这样 Texan就是德州的 德州的 Texas 就是他那个developer就是 本来是发展的意思啊 有时候也不要说 自己发展了一个很强的 这个德州的 就是他说 讲话带德国腔 不德国 德州腔就可以了 彼得 彼得呢 他到 希腊啊 希腊是GREASE 希腊的 或希腊叫Greek G-R-E-E-K 以前余光中写了个诗啊 天空一片希腊啊 就是说 天空什么东西 搞不清楚啊 因为希腊太药语了 他到希腊 他 思乡啊 就是想念家里 South America is beautiful and the course is affordable too 南美啊 很漂亮 风景漂亮 而且 这个课程呢 是affordable 就可以负担得起啊 就 原来那边物价低一点 比欧美要便宜啊 所以南美风景不错 而且这个 学费啊 我们就不要说课程啊 我们就说 学费啊 负担得起 比较便宜 South America can really enhance your career prospects 就到国外念书啊 可以真的啊 这些 父子啊 真正的 增加 增进啊 你的这个 career 我们讲 职业啊 职业的前途 prospect 就翻前途啊 前景前途计划等等 The summer course is a waste money 那个暑期的课程啊 没什么 浪费钱而已 为 就是浪费啊 那后来也多出衣服 变垃圾 就不要的东西啊 所以它也可以是抽象的名词 也可以当具体的名词 The classes were really fun and informative 这个课程啊 很有趣 而且informative 很充实的 内容充实 不管是通知啊 通知你很多啊 消息很多 就很充实嘛 International classes are great value of money 这个国际的课程啊 这个 这个非常 这个花钱啊 花的很有 很有价值 很有价值 花钱很有价值 有 这句讲证 削 努